嗨!大家好! 最近天氣很炎熱,時不時就會想要來一杯冷藝 對,但是每當這個時候,我們桌上總是會留下 真的是很不舒爽,讓人非常懊惱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需要既天然又時尚的 龜藻土杯墊 那什麼是龜藻土呢? 它又被稱為是細藻土或龜藻土 是岩漿還有湖泊藻類過失之後 經過數百年的細化過程所形成的自然礦土 它本身密度比較低,有很多微小的孔隙 還可以調節濕氣或是吸附異味 最近幾年,很常被用來當成腳踏墊或是杯墊 甚至是建材的塗料 我們這一次購買的是第一化學的龜藻土杯墊材料包 這小小一盒拿起來時尚也有質感 如果你的朋友也很喜歡手作的話 這也會是相當精美的禮物 那包裝裡面呢,還有龜藻土的粉包 活性碳粉 模具 紅黃藍乾色顏料 砂紙 攪拌棒 紙杯 涼杯 還有說明書 那我們就要開始動手做囉 那按照它的材料配置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出三塊原色的杯墊 但我們這邊呢,就希望做出YA專屬感 所以呢,我們是預先用了錫箔紙 做了一個YA的頻道logo 那我們希望呢,可以用來套用出一個專屬我們的杯墊 對,那除了純色之外呢 我們還希望可以做出雙色的版本 我們先拿出一包DIY粉倒入紙杯當中 再使用量杯,裝入55-60cc的水 倒入裝有DIY粉的紙杯,開始攪拌 在水中滴入幾滴鹽料 我們先把DIY粉還有活性碳粉都放進紙杯當中攪拌 再加入60-65cc的水來攪拌均勻 攪拌好,感覺有一點像水泥那種比較糊的感覺之後呢 我們把它倒入模具當中 再拿出一些多餘的部分,加入到我們的logo裡面 放半天之後再來脫模 那現在我們拿著模具底部 把杯墊倒扣輕輕抄出來 再放幾個小時,等完全乾燥之後 是先後以粗細紙紙來磨平 最後把表面擦拭乾淨,就完工啦 那你有沒有想要對我的logo說幾句話 是 不是 我說對她有一個評語,不是她怎麼中 我試試看試試看 剛剛浮翁 好,剛剛浮翁 我們現在開始加水 go,go 這個是什麼 沒有人要理我 攪拌copy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手指頭要翹起來 就翹翹指以歪 就翹翹指以歪 就是很腳 不要注意時間 不要腳聊一聊忘記 就是很危險 對,因為它有可能會硬掉 對 說明書上面寫的話大概是 顏色要低3到5D 那我們就一個3D吧 我覺得3D吧 辛苦了 兩天的過程呢 我們終於完善我們喝手療的人生 也是完成了我們的YA杯墊 是的,我們這一次呢 總共完成了三款 一開始呢 就是基本的純色款 再來就是霸氣的logo款 然後還有雙色的氣質款 那這一個龜角土杯墊呢 它做起來算是很簡單 又很方便的 那如果它一根表面的髒污 而導致它的吸收力下降的話呢 我們可以拿包裝裡面 所附贈的砂紙來磨一磨表面 再用濕布擦拭一下 就可以復活了 這樣我們就有自己的專屬杯墊了 以後喝飲料就不用怕桌上會有成年水字啦 倒入模具當中 Nana 再拿出一些醬油的部分 加入到我們的logo裡面 放半天之後再來脫模 嗨大家 對不起,還有我 嗨大 嗨 嗨 這幹嘛 這次的龜角土杯墊DIY呢 真的是懶人如果 就可以完成的效果 而且製作起來呢 很可愛也很方便 那大家只要記得呢 不要撞不摔這些小可愛 如果您對於這一期的影片呢 有任何的建議或疑問的話 歡迎在我們的頻道或是IG留言給我們喔 對,那當然三個步驟講到爛了 還是要做下去唷 好的,掰掰 掰掰